你未来对象的名字 是你妈妈的信 加你星座的第一个字 再加你的生肖 那么它叫什么呢 我先来 想不到它叫牛水龙 小废话 海底铁的鸟再一次倾巢而出 还是那片熟悉的海滩 还是那都是魔人的哥俩 俩人双双观察 就来下暗语 立马奔专用通道跑去 这一招该不会和某龙老师学的嘛 好似那特务组的汉奸呢 本以为他俩这次能有啥大动作 看来是我想多了 就抓了水母用着这么大动干哥吗 活得我在这激情澎湃的 那小海绵加眼睛 好似一个斯文败类 说错了 他就是个斯文败类 出去还没到两秒钟 就让人小水母垫的嗷嗷跑了 到了还是垫完他俩人走了 老张最痛苦的事 不过于出门就看见这俩犯人惊了 小海绵那是狗皮高药 连人家又跟他抓水母 老张今天也不知道哪跟您打错了 前程小米不说 还变着法子夸他俩 话里话外都破漏着讽刺 没有比在休息日抓水母更好的事了 而且还是和我最好的朋友 海绵宝宝 他俩却听不出个听 不能玩傻子 他洗个小时紧得撩 这俩家伙还回忆老张说的话呢 毕竟他是第一次这么夸自己 湛羽哥一路都在傻黑黑 时不时前往等待他的 是无情无尽的哄哭 小水母跟老张一下转了个满怀 在嘴里过用半天给吐了出来 一巴掌就给人扇不乐意了 钻进衣服里 和他干上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老张再一次经历人生绝望 这回头鬼门关走了好几遭啊 这俩玩家一天可不干点好事 八张一样小水母瘦弄的 这三盆就滚下去了 我就征服这女们的人 就这么值个人都不在搞屁的 小伟明在家里 屁股跟长丁子似的 看这俩人合照 我感觉就又没别啥好屁 远处老张坐过小轮鱼往回走 这边就紧忙告诉哥们 说什么要庆祝他星星 老张包得跟粽子似的 一开门就看见这俩兽 转身就往出走啊 那也没逃出魔爪 派总专门的为其准备养生汤 不不往两人处一啊 他让他有苦难言呢 小伟明在一边终于看不下去了 绝对用音乐来庆祝 吹之前先用舌头 润湿一下干涸的嘴皮 这个是海底第一讲究人 看到我差点把昨天晚上的菜吐出来 正要高歌一曲 派总一把夺过所那 绝对给老张来点花样的玩意 我都替老张捏把汗的 果不其然 把这老头带水母田来了 这回查这也难逃啊 小伟明称自己要找目标水母 总留派总和老张在一处 啥人落这傻的手里能够啥好啊 面对小水母 老张是无动于衷 腮胖子气鼓鼓的 奈何自己动不了 只能任他俩摆布玩弄 看他死个叮得不动 二人决定亲自吃饭一波 跟二傻的似的 抓水母抓鸡的咕噜噜噜的 给张悦哥丑的眼睛都指了 老张竟变成提线木偶 整日任由小海绵和派总摆布 这孤独的人生拥有他俩的陪伴 又渐染了好几十年 派总俩人抓水母抓得直翻蹄子 这家伙让人给他俩垫的呀 小水母还挺欠的 到老张鼻子头上面处一下的 这不是聊闲的吗 那能惯着他吗 即使多伦的椅阻组织不了他这个报复的心 眼珠的邓迪流远就是个将 在抓到的一瞬间 老张眼睛邓流远满脸快笑 开始疯狂报复 对着粉墙皮夸夸杂呀 此时一只巨大的水母慌慌飞起 给张悦哥都看傻眼了 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碗 小海绵和派总这俩傻子就在边上看热闹 谁都不说去帮一下 关键时刻谁也指不上 老张开个小轮椅紧得了吧 让赵人家电一下子 不死也得掉半量命啊 突然一记猛烈的电流出现在眼前 第二天俩温神浑神是伤 那还在老张门口晃悠呢 此时的老张告别他的代步小轮椅 换成呆不床了 真是同情他整整一级 愣是对他俩做不出任何反抗 都这样了还不放过他呢 不仅送大水母 还是昨天撵的那只 真爱无疑了 老张最后还是放了这个小家伙 让他出去逞个杨膳 教人家俩不笑的玩意 但是大水母却一点都没有放过他的意义 当上面又是鱼青天皮立 这一下可把多年的老韩腿治好了 所以说齐曲闻要娶胖茫的 找邻居要找不多的 这样能多活两年 金脸 冬干 观音走好 感谢观看